古代的有一句话提醒我们 叫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的良心看管好 不要把自己的良心作为别人的落缩头 就这个意思 我们听到外面四十分飞飞的话 统统装在心上 错了 你的心被人无了 我们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接触到的 都不要放在心上 你的心清净无然 就对了 第一条是智慧 你真有智慧 你不把外图境界放在心上 高明啊 外面事情知不知道知道 清清楚楚 不放在心上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这什么也没有 这就对了 身体在这个世界 懂得随便 随便是方便的 懂得随便 但是随缘里面 修什么 不便的 不能随缘随着便的 随缘随着便就坏了 就被境界转了 随缘不便 是菩萨的 不便随缘是佛 随缘不便是菩萨 随缘随着便就是凡夫 战复可怜了 拉不定主意 什么时候才能到不便呢 完全跟自己利害关系 完全脱离了 自己完全没有了 自然就不便了 凡是有变色 与我有关系 跟我利害有关系 跟我德势有关系 跟我名利有关系 这就被断了 我把这个就统统放下了 就没有关系了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明文立阳 一干二净 病都不占了 病都不占了 土脑为什么会清醒呢 就为了这个 你里头有自身的利害在里头 利益在里头 你的心就不清净 你的心是烦恼 不是智慧 不清净就是烦恼 什么都没有 你的心清净 清净是智慧 都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这底下的一句 若为自身求乐 即唯一菩提们 你还有明 你还有利益 你还有德实 唯一菩提名 就是没有智慧 你的智慧 变成烦恼了 有烦恼没有智慧 真正有智慧的人 没有烦恼 他的心是如如不动 他心里头没有死 死是什么 死是外人的环境 终身的事情 与我不相干 你们是在演戏的 我看戏 我是局外人 不在局内 你为自身求安乐 你就入进去了 你不是局外人 局外人 跟他们有共业 局内人 跟他有共业 我们不为自身 他们都为自身 这就跳出来了 局外人 今天讲灾难 局外人不受灾难 为什么 跟你没有共业 有共业的人 这就在那 所以这个东西 有办法跳出来 什么办法呢 你阿弥陀佛就跳出来了 阿弥陀佛里头还加上一点 那你没跳出来 真正就是纯粹阿弥陀佛 什么也没有 你出来了 跳出生死 跳出轮回 虽然没往生 你是极乐世界的人 已经注册了 已经注册了 极乐世界已经有了你了 只是你还没去 等于说你已经拉到护照 拉到签证了 你随时可以去 为了 teil 一起这 Rick 二 50 都会 表边 Command 三